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 我超爱的家常菜 可乐鸡翅 做法其实挺简单的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些鸡翅洗干净 在鸡翅的两面都深深的滑上三四道口 滑深一点没关系 因为中间有一条骨头会挡住你 我觉得再深都没关系 我喜欢滑得很深很深 因为那样子更入味 接下来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做 就是把鸡翅中间的那个筋啊 磕掉 诶 这个可能有一些小伯伯就没有注意到咯 这样的话煮熟后两根骨头可以直接抽出来 哇 超爽的 只要你摸清楚两根骨头交接的那个位置轻轻的一擀 诶 就脱了 很简单 现在你发现这个鸡翅上面好像搁得很深 其实没有关系 到时候我们去过一遍水 所有的肉就会马上变得紧绷起来 准备几片的姜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姜 所以我放多几片 还有一点料酒去吸 丢进烧开的水里面 鸡翅全部倒进去 搅拌一两分钟左右 就可以直接拿自来水冲了 这个鸡翅从沸腾的热水一下子变成冷水 它的肉汁会更加的崩崩 现在就可以起锅烧油了 把锅给擦干净 倒上一点点的油 准备一些蒜末和姜末 当炒出香味的时候 就可以把鸡翅给丢进去了 盖上盖子 煎到两面都有一点点小小的金黄 我个人比较容易上火 所以我就不煎太黄了 再倒入一点点的水 加入桂皮 香叶 八角 生抽 老抽 蚝油 香油 再把果肉倒进去 不用倒太多 简单的过面 倒上一丢丢的盐 搅拌搅拌 然后就慢慢的煮一下 这时可以用可乐调一个淀粉 其实用水也行 在这里可以加上一点点的盐 或者是糖 再把它倒进去 打开盖子慢慢的大火收汁 一倒进淀粉之后 马上这些汁啊 就会开始有一点凝固了 看见没有 哇 这个颜色真的是特别好看 让鸡翅的每个面都裹上这个酱汁 如果家里有烤肉蘸料的话 加上一点点去味道会更加的丰富 OK 煮得差不多之后 撒上一点点葱花跟白芝麻 上试一下 就可以出锅了 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这道菜好像是我在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 就特别的喜欢做来吃了 那个时候跟外婆一起做 就她可能做的菜就 没有我这么多花里胡哨了 所以说我做的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这道菜老少皆宜 你只要炖久一点 那个肉啊是特别特别的透的 而且很入味 记得一定要把骨头两边的那个筋给割掉 吃起来会更加的方便 准备开发 来咯 登登 哇 真的是非常棒哦 我给大家先展示一个吧 把它的这个骨直接拔出来 登登登 这个味道真的是很棒 这味道真的是没话说 就是我喜欢的那个肉 它不光是甜甜 还有烤肉的香味 就是最后那一点点精致饼 而且这个肉炖的都特别辣 如果喜欢辣椒的话 可以在上面再加多一点点辣椒 我觉得现在已经非常的够味了 所以说我就不加辣椒了 嗯 不管是这些鸡翅 单单这些酱汁 我感觉都可以下饭了 酱汁拌饭 吃到一个八角 最后再吃一块吧 再吃一块我就要结束我的午餐了 哇哦 烤了今次真的是特别棒 叮叮叮 哦 好了 我的午饭就吃完了 今天的熟的鸡翅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把材料准备好 超速上面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难度 我也特别喜欢吃这一款 因为它这个特别的软 它的牙口不是特别好 所以去咬了去也能咬得动 味道上也是比较的诱人 看上去也比较有食欲 简单的装一下盘 我刚才吃了几颗来着 吃了四颗 诶 这位小可爱 如果方便的话 能否这位无名扎扎小作者 点上一个小赞 写上两条评论 吃一下下 啵啵啵 祝你生日快乐 能够转发分享一下就更棒棒了 哎呀 我把这个料汁加热之后 倒进上去好像就没那么好看了 直接把那个鸡翅的形状全部盖住了 不过没关系啊 这个看不是很好看 吃是非常好吃的